第548章 遁所寶鏡 就在齊曹震撼感慨的同一時間 前光影现在是极其无助 他慢慢没有想到 太华中的阵中之寶遁所寶鏡 竟然是来到了将冠林的手中 而且是对他私放出来 因为这件半神器在传说之中 是无限接近神器的 为了活足他前光影 太华中今次真是进行了周密的计划 甚至被张冠林带上了太华中的阵中之寶 遁所寶鏡前来念故周 前光影现在真是心中感慨 哎呀 看来这个太华中 仍然是几大暗夜电 现在遁所寶鏡金刚就越来越升 前光影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慢 张冠林这头简直是露出了换味的笑容 只听到他喝出声来就说 哈哈 小证人 我走就说过 在我的面前你没办法走的 现在你信了没有 话音都没落 张冠林的手中突然之间 就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绳索 只见到这条绳索 好像一条真实的藤蔓 一看就知道是一件上品地兵 这条绳索名为清雲索 他的速度力量是极其强大的 而前光影这边 自身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他已经知道今次真的走不掉了 他索性停下来 面对张冠林手中的本神器 顿索宝的以及上品地兵清雲索 他非常之清楚 必无他法 也只能和张冠林如死亡破 无论如何 前光影绝对不会被泰华中阴谋得逞 泰华中想活足他 威胁暗夜店前家 不可能 他甚至都很清楚 这个叫做张冠林的人 出了名的食胆包天 若果被他落在张冠林的手中 简直会生不如死 所以他现在是宁愿自爆 也要破坏这个泰华中的阴谋 最好可以利用自爆 将这个张冠林 永远留在这片荒原 张冠林 我就算是死 都不会被你得逞的 心中一狠 只见得前光影是抬起相比 他体内的积血就开始燃烧了 燃烧自己的寿源 燃烧自己的真元 连同自己身上的诸多器物 一起自爆 他真的不相信 做到这样 还杀不到你这个张冠林 在此之前 齐作号对前光影 有点不舍一顾 但是到了这一刻 他真的有点佩服这个姑娘仔 前光影不畏邪魔势力威胁 身具大无畏的精神 而且他现在这种 果断果敢敢于牺牲 也都令到齐作号是高看他好几眼 眼见前光影是准备自爆 现在齐作号就真的做不到 眼睁睁看着他死 这个时刻 只听得齐作号是叹色一声 果断就露出真身 大河一句就说 前光影 这个时刻的你 还没到自爆过一步 这样就自爆自弃 你不觉得好幼稚 好愚蠢吗 听到大河之声传来 只觉得 这道声音 有点熟悉 前光影不由自主 就转过身去 哎呀 望着这一眼 他眼神之中 是顿时一缩 随即就变成狂起了 齐作号 他是不明白 为什么齐作号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他很清楚 齐作号在这里的话 这次就死不了了 因为齐作号肯定会帮他的 一点都不敢怠慢 前光影是连忙停下了手中动作 因为他很清楚 齐作号的实力是非同小可的 连他自今都没办法彻底了解 只不过他相信齐作号 相信他绝对有能力 能够斩杀这个张冠林 因为就算张冠林的实力再强 手中也都有半神器 但是现在的他 又怎可能比得上 进入幽暗邪魔状态的无阵 甚至乎齐作号 是连远古魔鹿 也都能够斩杀 对付一个张冠林 绝对不在话下 看到齐作号现身 前光影都有一些深知肚明的 看怕这个齐作号已经隐身在此很长时间的了 也就是说他早就已经听到他和张冠林的对话 太华中勾结邪魔 对于这些人 齐作号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 甚至乎连整个太华中都会被他剿灭 谁的 放缘之上 张冠林听到果声喝 惊牙转身 No C G 齐作号 本来说 前光影准备自爆 他也有些发愁 应该如何应对 真的没想到 这里还藏着另外一个真元高手 而且这个高手 真的不知道什么来头 一句喝 就已经令他逃过一劫 当然 这种感的时刻 他肯定就不会感谢齐作号 因为齐作号 很明显 跟前光影是识的 而他太华中的秘密 应该就已经被这个人得知了 所以今天 他的手上 不单只要带走前光影 还要杀完这个 突然之间飙出来的青年 将视线从前光影的身上收回 齐作号这头 淡淡就打量着张冠林手中的铜镜 他都知道 若那个铜镜的光芒对着他 他的隐身能力再强 也都无所遁形 不用说了 这件宝物 我一定要得到 齐作号 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灵色 甚至还有逆天的心灵 他自不然 是没有那么需要这些 破除隐身术的宝物 只不过 我不用而已 这些东西 可以让玉蝶他们用 可以防身 并且 这个铜镜 还有时间減速的可怕后果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一般的半神器可以比 哼 真是没想到 自称正道的太华中 他已经勾结邪魔势力花架 你太华中 现在是想和毛泽弃 所有的正道势力为敌 将冠林 你有没有想清楚的 齐作号现在 就有些答非所问 听到这个年轻 这么专 将冠林这一头 亦都是火无三长 在他体内 你这条小子 只不过是一个 忍生能力强的人 论个实力了 你在我面前 串不鬼串啊 他现在 完全就不将齐作号 是放在眼中的 只要能够捉走 前光影 就一定可以 杀了这个齐作号 两制 我太华中的事 将轮到你来 指手画脚 你既然知道了 这个秘密 我就生你不得了 妖怪 就怪你如未无知 联情英雄 你若我之前 看到这一幕 就算逃走的话 我真的有可能 奈何不了你 但是现在 你没了机会了 说话之间 将冠林手中的剑 已经是指向了齐作号了 英俊 在你死之前 我都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暗阳阴的人 你为什么要出手帮他 莫非 你是他的男朋友 将冠林现在 语气之中 就杀鸡四翼 齐作号就毫不在意 只看到他 上前一步 淡淡说刀 那 将什么林 我是谁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阴谋 你们太华宗 好日子就过头了 现在 我会先拿来开刀 齐作号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灭绝花家 若果太华宗和花家真的勾结 那齐作号 是绝对不可能会放过这个太华宗的了 而将冠林 作为太华宗的人 被他无意之中碰到 就只能怪你自己 是运气不好了 哈哈哈哈 狂妄 将冠林这一头 努极反笑 齐作号 现在看上去 只不过是一个真元一层境界的武者 啊 这样都想来杀我 这个世界 真是变了 真元初期的年轻 和真元中期的我 有几大的差别 难道他真是不知 看剑 努害一声呢 将冠林这一头 抬手就劈出一剑 这招剑法 就是将冠林和钱光颖 对战时候用过的我招 这一刻 剑王是曝天盖地 连连执来 但是齐作号这边呢 是一动不动就站在原地 张冠林这招剑法呢 形真不错的 但是张冠林对付钱光颖的时候 是已经施展了隐扬秘术 加持这个武器 现在对付齐作号了 见到眼前这个 只不过是真元一层的年轻 他根本就不赢于 想着说 就隐瞥一招 就可以秒杀你 只不过呢 张冠林这个做法 真是愚蠢致极了 齐作号现在的肉体 是近乎上品地兵的 张冠林没有施展全力 单凡这样一招 劈在齐作号身上 可能和拗痕 也都没有多大区别而已 现在 天王 就劈在了齐作号的身上 果不其然 就仿若触棍 是敲在了铁板之上 只留下浅浅的痕迹 但是呢 一点伤害都没有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带的老友 听书的同事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啊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下 第五百四十九章 伏龙一击 哼 好强大的肉身 两者 看不出来 你是一个练体武者 还隐藏了实力 将军林自家 好像自言自语一样 只不过 她的神情 已经变了了 现在的她 是极度震惊的 因为 她真的没有想到 齐作号看下去 这么年轻 居然可以拥有 如此强悍的肉身 更加重要的是 她居然也是 振元中期的境界 也就是说 她敢延伸 帮助这个前光影 不是严命长 而是有真材实料 单单就凭着她 堪比中品地兵的 极致肉身 齐作号 已经有足够的资格 成为她将军林的对手 一瞬之间 漫天结亡 是消散日空 剩下齐作号 好鸩定地 站在园床 只见得她 搭前一步 冷笑作画 哈哈 将军林 你不知道她的事 还有很多 不用急着惊讶 我说过的 你会死 太华中 也会灭亡 这些就是 勾结邪魔势力的结局 你太华中 竟然网上 称霸无疾悲 认真可笑 齐作号其实有点无奈 我哪里是练体武者 我肉身强 确实的 只不过因为她体质特殊 境界提升 肉身会随之变强 以前她真的想过 要不要练一练那些 猛虎变练体术 等等 一直都没时间 但是事到如今 齐作号已经放弃了练体术的心思 现在这样看 她的肉身防御 已经勉强够用 再加上 一半神器神中的防御 一半高手了 简直就打不死我了 况且 猛虎变练体术虽然强 但是你要将它 练到大成 真是很贵时间 再加上 有了半神器在 你好像有点多余 哼 别以为 你是真元四层境界 肉身强了些少 就敢在我的面前囂章 告诉你 我今天要杀你的话 你是没机会走掉的 张冠林现在 露目原争 就撈施主齐作号 他都知道 要斩杀齐作号 就势必要使出 最强大的手段 两者 手势 话音未落 张冠林再一次 是吹动真元力 先前出一剑 这剑看来 是一道赤如金牢的剑王 只不过 这个剑王 是看上去小 却是吻含着 开天吹地之威 齐作号和前光影 看到这一剑 立即就明白了 之前 就算是和前光影对战 张冠林施展剑法 也都是有所保留的 但是现如今的 他却施展出 太华中最厉害的剑法 斩杀齐作号 由此可见 他对齐作号的杀意 是多么强烈 也都证明了 他确实好几单齐作号 想迅速结束这场战斗 这一瞬间 剑王飞出 张冠林的面上 已经有些蒼白了 看得出来 施展这招剑法 他也有点难强 很可能 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真元力 甚至乎 他加持了自身精血 才施展出来 他也很明白 这个凭空冒出来的年轻 实力根本就不弱 若果他今天 真的想捉走前那个影 就必须先过这条年轻关 练体术其实都很常见 但是厉害的练体术 就不多见 齐作号的肉身 是近乎上品地兵 在将冠林看来 这条年轻收敛的练体术 必定就不弱 太华中的剑法武技 是很多很强 但是唯独就缺少一部 厉害的练体术 所以当将冠林见识到 齐作号肉身之后 哇 流了口水 他根本就不想放过 杀死齐作号 夺走宝物的机会 齐作号你小心啊 这个是太华中的开山一剑 威力绝伦 就算你是上品防御地兵 也都挡不住的 前光影现在是熬出色 听过的语气 他真的十分之担忧 他对齐作号 是有些基本了解的 齐作号实力是强悍 但是你想说 单靠肉身 就挡住这个开山一剑 你是不是天真了些啊 baby 喂 你动一下吧 baby 其实不用前光影提醒的 齐作号非常之知道 将冠林这一剑 认真厉害啊 如果单凭着肉身去挡呢 嘿 起不时就要当场乱野 我是有点自大 但是我不笨啊 现在呢 那套金色剑王 飞行速度 猶如闪电 转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 齐作号的身前了 这个强大的气势 差点就令到齐作号 在无法动弹 心力加持之下 他果断就制出了神钟 齐作号身上呢 是没有其他防御器物的了 破除将冠林这招剑法 也都很简单 制出神钟 施展不动如山 就是最简单 最有效的 现在呢 一瞬之间 黑色大钟 就源头在齐作号的头顶 虚幻的钟影 已经将它 在户在其中 只见得 赤鱼的剑王 是光割在虚幻大钟之上 一丝声响都没发出 仿佛呢 一片庄宇 都被彻底定价 居然 还有防御本神器 好强大的防御力啊 将冠林现在呢 面试大变了 因为刚才那招 已经是他最强大的剑法了 真是没想到 这样一剑 居然没办法奈何 这个叫做齐作号的人 甚至乎呢 那道剑王 只在虚幻大钟之上 留下一道鲜痕而已 将冠林现在就明白了 齐作号这个半神器防御 认真惊人 除非呢 是十分厉害的超弦高手 手持神器 甚至乎呢 要去到演神境界 才有机会破他了 单靠他现在呢 一个真元高手 哎呀 简直堂被挡车 与此同时呢 前刚映 也有一念的震撼了 他是没想到的 齐作号也都有半神器 而且这个半神器大钟 一看就知道 好不尋常 当然 齐作号现在 根本就没意思 去使用神中的音波攻击 所以前刚映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神中 现在 知道齐作号身为红圆大师 亲手练阻的神中的高手 并不多的 见识过神中的音波攻击的人 也早到已经死了 如果 不是近距离 仔细观摩的话 单凡这样一眼 旁人都很难见别 到底这个钟 是什么牌子的 现在呢 齐作号召唤出神钟 只是为了 使用防御武器 八荡如山 挡低他这一剑 目的一达到 他立即就将神钟 收回了武员空间 神钟是重宝来的 可以不扑弄 他一点都不想 而将冠林这边 见到齐作号 用了神钟 又收起来 他心中都开始急 心思急转 回过神来之后 果断就抛出了 手中的省索 大喊一声就说 请还缩 既然攻击武器 是奈何不了他的 他就想试出 禁锢束缚的手段 青云索是束缚能力 极其利害的上品地兵 上来将这个齐作号 捆绑起身 并非难事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 你一开始就应该用它 只不过这头 齐作号仿佛 早就已经尿到 张冠林会有这样一招 就在他抛出青云索的时候 也都见到齐作号 抬手一挥 就挥出了一条省索 这条就是本神器 绑龙索了 齐作号都心知肚明的 他是肉身强悍 神中的防御力 也都十分之惊人 但是 一旦被一条索绑住 他都会难以脱身 而张冠林现在 就拿出了束缚类的器物 幸好 我都有 而绑龙索是半神器 急别 那种威力 比你的青云索 还要厉害一倍 张冠林 你想捆住我 就看看谁捆谁 自从齐作号得到这个绑龙索之后 今次真是第一次使用 绑龙索的速播力 是远超青云索的 而飞行速度 就更加不耗有使用了 在青云索 距离齐作号 还有数象院的时候 网龙索PB 是化作一道龙形光芒 是纏绕着张冠林身体 张冠林这头 哎呀的一声 是恐慌致敬 拼命挣扎 可惜了 早就已经 无际于事了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中二亿精神帝 第五百五十章 借力暗夜点 现在 当将冠林被绑红索 是牢牢触迫着 他就根本没办法 再继续掌控这个青云索了 青云索这头 着几一声就跌落在地 根本是连齐作号的身体 碰都没碰到 而在远处 前光影就看到一脸都呆了 哇 这个齐作号身上的宝物 是不是多得太啊 哈 小俊仔 真是没想到 你这个手段竟然会这么多 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就是本神器 绑红索 还有 那个小战人 好像叫你齐作号 莫非 你就是大方舟府出道没多久 就明侧天下的 绝世天才 齐作号 哇 你现在才知道 还说这么长一段 好给面哦 张军林现在 整个声音是充满了震惊的 甚至可以说是带着恐慌的 齐作号这个名字 他多少都有些耳熟 但是到此刻之前 他根本就没有将眼前这条小子和大方的齐作号画上等号的 因为他都没有想清楚 大方的齐作号怎么会出现在念古咒 要知道 大方鬼忽历练才刚刚结束 计下时间 齐作号最多 应该是刚刚返回到大方城才对 燕如今 齐作号制出了 大方威眠黑黑的 本神器绑红索 张军林才不得不相信 这个人 就是精彩绝艳的大方天才 齐作号 只不过 现在醒觉 真是太迟了 他整个人 已经被绑红索 在牢牢处搏着 因由齐作号宰杀 现在 方圆上的气氛是很积正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紧张 将军林耐心 是充满了无奈和无助 唉 谁个人会想到 眼前这个就是大方天才齐作号的 他现在 多想动用本神器 顿索宝的 来压制一下齐作号的实力 进而找到机会逃走 可惜的 绑红索一带特点 就是可以压制真如力 现在的他 哎呀 简直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张军林 哇 音一乐 齐作号一个抬手 就取出了横穿环刀 闪电一般 人都拼出 经历了这么多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 夜长梦多 凡事都必须 是当机立断 你又怎么知道 张军林就没有带铜火 就在附近了 现在真的不是节外生枝的时候 齐作号 你住手 我是太华中的长老 你杀我的话 我太华中 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我们可以 一直到临死 张军林之旧 是没有彻底明白的 现在齐作号 不是单止要杀你 而是要灭了整个太华中 你居然还想用太华中的明星 来威胁我齐作号 就是你这种天真 注定了今天 一定会死在这里 没有丝毫的意外发生 被绑龙索 束缚到无法动弹 无法反抗的张军林 就在齐作号 一招破云九船杀之下 直接是劈成了一团血亡 灵魂吻灭 而张军林生死 除了半神器 顿锁宝镜 和远处的青云索之外 根本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物品 微微望着一眼 跟前这个醒目的大客 齐作号一个抬手 将绑龙索 和顿锁宝镜 收起身 至于说青云索 他现在根本是看 也都没有兴趣看多一眼 陈埃落定 方圆之上 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钱光颖面带感激 是来到了齐作号的身边 对阿作号抱拳就感谢 齐作号 今次真是多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出手相助 我 齐作号一个抬手 就阻止钱光颖继续往下说 钱光颖 我路过的 这些小事 你不用多谢我 泰华中 勾结齐摩世宁 这个张冠林死不足惜 你有命活到现在 完全是你自己运气 齐作号是真的这么想的 他救钱光颖 不是刻意为之 完全只是因为 花架是他的敌人 而泰华中 勾结花架 只不过也是他的敌人 他杀张冠林 完全就是杀死敌人 至于救了钱光颖 在我看来 机缘巧合 顺带的 只不过 钱光颖就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齐作号救了他 这些是铁打的事实 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齐作号现在怎么想呢 他根本就不管了 他只是觉得 必须有所表示 否则的话 我暗夜店的颜面 往哪里摆啊 至少了 说声多谢两个字 是不足以表达 他内心的感激之前的 你猜个个都是落什么灵吗 齐作号 这里是我暗夜店的地盘 我想请你去我暗夜店座合 我暗夜店是不喜欢差人人情的 你需要什么 请明说 只要我们做到的 绝对会满足你 说真的那句 齐作号现在听到这句话 就有点厌恶了 啊 之前还对你这个钱光颖 有所改观 现在你这么说 你真的当我什么人啊 再说 现在的暗夜店 如此没落 你又给得什么我啊 好了 不用提了 钱光颖 我看我们大家都是话不投机 最好呢 趁早都是分道扬彪好过 救你的事呢 我真的是顺带的 你不用再提了 只不过你记住 你暗夜店的人以后 少出现在我面前 我真的不喜欢被人盯住的感觉 话我就说在这里 如果再跟过来的话 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 还有 你暗夜店呢 现在已经没落了 最好就不要插足我的任何事 齐作号也都知道了 暗夜店前家 是当她是荒芜真神的传人 她的言行举刺呢 哎呀 整个钱家 全部都很关注的 只不过 无论是暗夜店前家 出于什么目的监视我 喂 你都说是监视了 是吧 给点隐私人 现在她是绝不可能 放任前家 继续这样下去的 希望你们考自为之 听到齐作号的话 前光影 整个就呆在原地 说实话 齐作号 我说了什么呢 你这么生气的 你拒绝就拒绝 这么冰冷的 又是的 她暗夜店前家 虽然是没落了 但是 也不是你齐作号 可以随口体位的 正当这个前光影 还想出言反驳 续号的时候 只听到续号 接着就说了 还有 你暗夜店 不是自许是 除魔位度的正道势力 同伴邪魔 势不两立 现在太华中 勾结了花家 早就已经成为了 正道母子的公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太华中现在 肯定同时对 各州府的大势力 已经在这儿动手了 你暗夜店是知道的 应该怎么做 不用我提醒了吧 齐作号现在 确实是脑筋一动 难住一路 他出手帮助前光影 另一大目的 就是太华中势力太大了 齐作号有自信可以铲除 只不过 单凭他一人之力 恐怕都会遇到诸多麻烦 这样说来 有一个暗夜店去 牵制一下太华中 也是好事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 这个太华中 妄图称霸毛泽荣 这么嚣张 脱海花家 他应该还有其他盟友 这趟云水 哎呀 真是 想清楚才好插足 心中想到这里 齐作号都暗字探息了 他本来 只是单纯想去南姓周府 铲除花家 救出幽良 啊 真是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太华中的将军林 他现在已经知道 南姓周府之行 注定不会平静 而暗夜店等大势力的介入 应该可以帮到他一些忙 话音一落 齐作号转身就走了 根本就不想继续听前光影讲话 哎呀 现在都不是在此狗漏的时候 幽良已经被花家的人捉走了 如果再不趕快趕过去 就怕幽良已经明不久矣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第551章 严刑逼文 现在齐作号说走就走 搞到前光影 真是非常之火滚 只不过 齐作号又认真实力强大 脾气又这么古怪 搞到这个前小姐 又不敢去朝野 去得罪齐作号 齐作号 你去哪儿了 要不要我帮忙 我现在要去南姓周府 铲除花家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之前说过的话 请你1510 大给暗夜店的店主 我是得到了荒无顶 但是我和你们暗夜店前家 一点瓜葛都没有 记住没有 齐作号现在连转身都难得转身 说完这句 他再一次是迈开脚步 很快就消失在前光影视线之中 我真的说得久清楚了 只要你暗夜店会如何去做 那些东西就不是我关心的事了 即使是没有你们帮助 就凭我一人之力 也都有信心可以铲除这个泰华中 最多是花多点时间的 当然了 齐作号也都相信 暗夜店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还有可能会联合其他的正道大势力 一起去对付这个泰华中 毕竟你张冠林是出手擒拿前光影 已经算是触碰到了暗夜店的底线了 齐作号现在身影是彻底消失 剩下前光影一个 站在原地暗自探色 哇 刚才一幕呢 多么惊心啊 差点就生死被人侮辱 然后齐作号达然就出现 哇 我经历了什么 又是的 其实呢 暗夜店前家接触的齐作号 并非只是因为齐作号 是荒无真神的传人那么简单 你想啦 齐作号是一个千百年都不世出的天才 暗夜店也都很需要这样的朋友 可惜啦 有一个大小姐在里 齐作号注定是不想跟暗夜店走得太迷的 算啦 走一步算一步 当前最重要的是 联合诸多政道势力铲除泰华中 我要尽快将这件事品报店主先 泰华中已经行动了 再迟些局面恐怕难以控制了 心中一动 前光影施展步伐 朝着黑色山马急冲而去 那齐作号此行呢 是去南姓周府 剷除千面读者花雕灵的后人 花家 既然齐作号是腾出手来的 那泰华中就交给他们去对付啦 相比起泰华中呢 前光影更加担心 更加忌惮的是花家 听下张君林那样说 花家一直是在研制着不适之毒的 若果这种毒药一经面世 恐怕整个武则域都会生灵涂摊 只能寄望于花家是没有机会成功 也都希望齐作号能够真正铲除花家 而这一段呢 斩杀张君林 只不过是路上的小插曲 就没有担歌齐作号太久的 离开了荒原之后 他再一次召唤出了风影 跟之前一样 他一边赶路 就一边开始吸收桂圆单 提升境界 风影现在都够串的 擅着个真原之翼 逼过了念古州 和南圣州府的交界线 进入了南圣州府的领域 南圣州府有九个棍 David 广辽 桃营棍就在南圣州府的西北 计算是最穷最荒凉的一个 风影现在的速度 已经算得很快 半个月之后 他就已经拖住齐作号 来到了桃营棍的地盘之上 南公博杰是叮嘱过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要跟南圣州府的那些高手 发生矛盾 可以低调就尽量低调一点 所以齐作号一来到桃营棍 除开之前 在念古州斩杀太华中的张君林 他根本就不打算 再跟其他武者接触 哇 这个桃营棍 又真是挺偏远 真是挺荒凉 来到了目的地之后 齐作号就不想停留了 这个桃营棍内 是有一个风迷岭 只不过那个是一座山脈 据说 花家的床山之地隐村 就在枫梅岭的边缘 当然你说桃营棍 荒凉贫质呢 那些是相对于南圣州府 其他棍来说的 根据地图的显示 枫梅岭距离齐作号所处的地方 还有千里之遥 就算飞过去 还要几个时辰才可以抵达 而这一头 枫梅岭隐村 村子地下就有着三间石室 一间是用来放置药材的密室 另一间就是花家 用来研制毒素的实验室 最后一间就是花家 用来关押重返的地牢 和囚室 此时此刻 花家家主花毛色 正坐在地牢之中的一张藤衣之上 她的根前 一个蓬头救面 浑身事伤的女人 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之上 只听到一个女人现在 好痛苦 在那里喘着粗气 艳艳日式的了 这个女子不是其他人 正是坐云的师傅 幽良了 幽良现在被锁链锁住 这些锁链是由乌金 和水月寒铁打造而成的 可以说是插翼都难非的了 这段时间 她受尽了折磨 生不如死 只不过 她始终是咬牙坚持 頑强抵抗 唉 幽良 当初 你对我兄弟花无为乐实手 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都会有今天 啊 哈哈哈哈 起过身来 花无色就笑了 看到幽良这种 生不如死的模样 她心中的仇恨 才可以减轻一点 好笑 而现在呢 幽良好愤怒 就盯着这个花无色 一个字都不说 她都知道 落在花家的手中 她自己是在劫难逃的了 她本人是死不足惜 但是花无色 你想从我的口中 得知炎黄夺命针的使用之法 发梦了你 花无色 一边笑 一边走过来 下一瞬间 一个抬手 一盆凉水 就从幽良的头顶 直接灌落 幽良这边 啊的一声 是忍不住痛哭出来 花无色 真是心狠手难 折磨人 也都好有一套 因为它淋下来的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水 这些水中 是参集着姨妈 和各种剧毒 判在幽良的伤口之上 是不会拿幽良的命的 却是能被幽良 带来一种 黑骨鸣心的痛 幽良 大家都是一派的传承人 在这里 我都奉劝你一句 那些无谓抵抗 你都知道毫无意义的 那 说出这个炎黄奪命针的 使用之法 我 比你死得轻松一点 我花无色的手段 这几天 你最多尝试了十字一字 如果你想玩东西 我大把时间陪你玩 只不过 何必呢 你说是吗 哈哈哈哈 这段时间 花无色对幽良的折磨 已经极尽能事 她现在已经玩到厌了 也不想和幽良 继续浪费时间 那女人始终是不肯说出这个炎黄奪命针的使用之法 她就没办法继续去提炼这种绝世剧毒 现在呢 幽良是不可以死住的 当然 作为一族之掌 一派的传承人 她都有一些佩服幽良的承受能力 唉 我真是好 好令我解气 哈哈哈哈 只不过那些都是不好用的 你始终 只会乖乖说出秘密 现在呢 在隐村的地牢之中 幽良就嘔吓切齿了 只听得她 终于是怒吼出声就说 花无色 你不要再发梦了 你杀了我了 炎黄奪命针的使用之法 我会带落黄泉 你们花家 永世都不必使之而研制出 创新噩梦 专心的剧动 现在似乎已经是麻木了 幽良在整个山区 把亭在这儿战斗 他现在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创新噩梦又多么大人 他心知肚明 他就算是死 也都不想做这个 毛泽域的千古罪人 哈哈哈哈 幽良 我一直都以为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想不到 你竟然是愚痴愚梅 都行 我就要看看 在我的手下 你可以坚持得到多久 幽良现在还是那个样子 对炎黄奪命针之法 是赤字不提 花无色也有点失望了 只听得 花音一落 花家的两个欲卒 又再一次 开始折磨这个幽良 现在 鬼哭狼嚎的声音就在地牢之中回荡 听下去是令人头皮发麻 而买哭形之下 幽良再一次是运运过去 然后又是一盆带着剧毒的凉水直接流下 幽良又次醒来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让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低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552章 红心散 花无色 有什么本事 你就洗出来 我幽良早就会够了 你们花家 一定会一败涂地 幽良现在虽然很狼狈 但是她一上眼睛 是散发着白滑的光芒 千年之前 花雕灵 是没能够完成 创生恶望的最后一步 就是因为花雕灵 无夺得燕黄断命针 燕鱼金 花家已经得到一枚 但是没有了 炎黄断命针的使用之法 她都没办法去研制出 创生恶梦 而身为独以 欣维伦的传人 幽良知道一个秘密 创生恶梦 根本就不是 花雕灵 研制出来的秘方 而是一本 上古独经之中 记载的秘方 而欣维伦的 炎黄断命针 就是来自于 这部毒典之中的物品 当年 欣维伦得到毒典 甚至这个毒典的邪恶 所以 她才取走炎黄断命针 不去动这个毒典 不曾想 几年之后 被花雕灵无意之间 知道了 并得到了毒典 从此之后 花雕灵就一心 想研制出这个 创生恶望 而且她的研制 就差最后一步 就是融合 炎黄断命针之毒 当时 花雕灵和欣维伦 是情侣关系 就是因为花雕灵 开口索要 这个炎黄断命针 两个人的关系 才开始决裂 后来 欣维伦为了 逃避花雕灵 远走他向 认识了毒王柳如是 三毒的恩怨 也由此展开 当然 这些就是 幽良所知的内幕 至于说 三毒的恩怨 究竟是哪一个版本 幽良自己 也不是那么肯定 只不过 他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没有了炎黄断命针之毒 就算是花雕 也都研制不出 创生恶忘 其余的炎黄断命针 和毒经 早就已经被幽良 藏起身 不会再现世间 只要幽良 将炎黄断命针的使用之法 留在脑海 绝口不提 那么花雕所做的一切 注定都是 徒劳无功 哈哈哈哈 又良 我说你蠢 你又真是蠢 你真是以为 你不开口 我就没了福了吗 实话告诉你 你们知道了 红森神 已经快送到了 到时候 你守着一生的秘密 都逃不过我花雕色 我花家 清霸无责 只日可待 根本是 没有人能够阻止的 花雕色说到这里 仰天是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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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呢 他就好像看一个傻佬一样 是看着过幽良 幽良虽然 是独医恩惠伦的传人 医术和读术 都十分了得 他都知道的 幽良绝对 是听说过 红森神这些东西 听到这里 幽良是整个面色 是阴沉下来 红森神 花家居然有红森神 这一种呢 是用来控制 武者心智的药方 一旦中毒 中毒者 就会成为 花毛色的药露 和快蕾 对花毛色 是遗命是从 这样说来 幽良的一切秘密 都很难在 花毛色面前 守得住了 现在 冷汗呢 就从幽良的脸上滑落 他不怕死 他怕的就是 花毛色 可以从他的口中 得知炎黄奪命针的 使用之法 现在望着 花毛色一副 可贵得色 性献在握的样 他已经明白了 花毛色 不是在吓他 幽良现在的内心 是十分之无助的 他很想自尽 但是被人落毒 禁固了行动能力 除了可以轻微 挣扎 和开口 说话之外 他和活死人 也都没什么区别 现在 真是求死不能 花毛色 你真是好卑鄙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 花甲不得好死 幽良现在恶狠狠就麻 现在的他 也都只能够用这种方法 去发泄心中的愤怒 以及不甘 红芯散 也都算是剧毒的 中了红芯散之后 他最多还有三日可活 而且无法脱身 他的死亡 已然注定 幽良觉得 他自己是死不足惜的 但是无办法守住 老海之中的秘密 他真是死都不难为 早知道 当初被花旗宇等人 找到的时候 他就应该果断自爆 但是如今 只能够听天由命 半个时辰之后 花家一个执事 夹冲中就来到地牢之中 见到来人 花毛色就顿时大起 红芯散 是不是练出来了 送到没有 是的 家主 这个就是红芯散 有了他 幽良这个老家伙 肯定是无办法抵抗了 一边说 那个执事 就将一个浴巾 递给花毛色 花家为了研制这个创生恶梦 劳心劳力 多少年 终于都要成功了 眼睁睁看着花毛色 伸手接过浴巾 幽良真是很哀怨 只听他坦食一声 然后 缓缓就闭上了双眼 事到如今 严望夺命针的使用之法被夺走 已经是定谷了 而他的生命 由此刻开始 也都进入了道计时 哈哈哈哈 有良 你今次受尽折磨 说回又说 你这个意志力 真是令我佩服不易 可惜啊 有些东西 你始终都是兜不过我 你看看 空心神 现在就在我的手中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了 如果你乖乖 将炎黄夺命针的使用之法 陈后告诉我 我都可以 不为你吃这个毒药的 一边说 花毛色等大双眼 是盯着个幽良 但是幽良 始终是紧闭双眼 隻字不提 时间是一秒一秒过去 花毛色都知道 无必要再等了 他逼不及待 打开个玉瓶 将空心神 在全部灌入幽良的口中 剧毒 令到幽良的身体 是把停在这儿抽搐 把停在这儿打阵 一秒 两秒 三秒 又一段时间过去 幽良终于 是不再当弹 再看他一眼 他现在整个神情 已经变得外製 看上去 仿若已经成为行尸走肉 一个切头切尾 失去自主思想的 弱奴 唉 早知今日 你又何必羞恥苦难呢 幽良 现在 你就是我的弱奴 我是你唯一的主人 你说 炎王夺命针的使用之法 和提炎炎王夺命针之道 到底有什么方法 花毛色现在 神情严肃 连连追问 听得出来 他现在也有点极致的紧张 而听到这里 只看得幽良 双眼迷茫 点了点头 又又说到 是 是 主人 炎王夺命针 听着幽良 一字一句 开始回答 花毛色念上的表情 现在就像是 丧家之犬 堕堕藏藏藏 燕如金了 在他花毛色的掌握 花家 家主,这个老爷 接下来如何处置 看到家主的状态 已经近乎颠过 旁边的执事 小心翼翼 就顺敏出声 炎王夺命针的使用之法 和炎王夺命针之毒的提炼方法 他都已经得知 继续留住这个优良 是毫无意义的 听到这里 花毛色淡淡 撇在优良一眼 这个老妖婆 中了控心神 再点折腾 都值得三人命 就有他在里 自生自灭 折磨了优良这么多人 花毛色 早就已经看救了优良 绝望的神态 他已经厌倦了 现在优良已经中了控心神 已经必死无疑 杀不杀优良 也都已经无所谓 而且优良现在 是一个弱奴来的 毫无自主意识 继续折磨他 他都没了快感 就等在这里 自生自灭 以为 花毛围 华音一落 花毛色转身 就走出了地牢 留在原地的执事 看了优良一眼 摇了摇头 也都走出了地牢 确实的 他多少都觉得 花毛色的做法 有点残忍 但是 面对家主的命令 他有哪里有胆量 说一个不止 今集内容就播放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天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 月票支持 第553章 潜查暗策 离开了地牢 花毛色直接 是走入了实验的备室之中 现在 提炼这个炎黄断命针之毒 它必须亲自出手 因为 今次这个炎黄断命针 只得减梅 提炼毒素 是不可以出丝毫的差错 否则的话 刚才的狂起 也都白费 花家的努力 都会功亏一跪 当年 花家对南宫玉蝶落毒 引出忧良 最终抓获忧良 得到炎黄断命针之毒的提炼之法 这一个布局 花家真的付出了 太多太多了 甚至搞到自己 差点就被南宫世家铲除 今次 提炼炎黄断命针之毒 花毛色真是 万分紧张 小心翼翼 否则 花家称霸武则域 就只能够是 至上谈兵 而炎黄断命针之毒 是世间极其利害的剧毒 连花家都没有解药的能力 提炼他出来 也是一件万分危险的事 恐怕 也只有花毛色这个 当代的千面读者 才有能力 有机会去完成 另一则 风迷岭 一座青山山腰的上空 风影的身躯 是徐徐光下 双脚降地 齐祖浩一个抬手 将老虎仔 收入了首戒之中 他现在 终于就来到目的地 兔应关 风迷岭 隐村 就隐藏在这座山脈的 外围地界 风迷岭 放了几千里 地域都不算少了 好在齐祖浩 是知道隐村的 大概方位的 找了三个时辰 他终于是来到了一座 看上去 好鬼古怪的村子旁边 现在 齐祖浩施展隐身术 就隐藏在边界 村里面的村民 是根本没办法发现他的 他就在这观察 这帮村民 村着普通 个个都隐藏境界气息 只不过 齐祖浩已经是真如高手 这些隐藏手法 在他的眼中 和没有穿衣 都没什么区别 这个是一座 有着几百户人家的巨大山庄 山庄就坐落在大山的山腰上 只得一条小道 可以直达村口 齐祖浩现在停住了脚步 仔细打量着村庄之中的一切 可不其言 这里就是花家藏身的人村 齐祖浩就探息了 他之所以够敢肯定 就是因为 这里的村民的体内 是有着魔气波动的 花家果然 是修炼邪魔独弓 导致每个人的身上 或多或少都带着魔气 这齐祖浩是修炼过伏魔咒的 更加是多次跟邪魔打交道 魔气是什么味道 他十分之清楚 甚至乎 他现在用心力就可以感受得到 村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他真的很震惊地发现 人村里面是有着几座毒阵的 只不过这些阵法 很低级 很粗糙 但是毒阵 齐祖很喜欢 能够轻易破了阵法 进入这个毒村 但是也可能会受到毒素攻击 所以 他现在都不敢贸言行动 现在是你出场的时候 天毒 没错了 有天毒在这里 齐祖浩就不是那么怕花家的极毒 但是 一旦他破阵 进入个人村 识别都会惊动花家的人 齐祖浩就知道 幽良现在就关在人村里面 万一这样一做 会危及幽良的安全 那就真的大事了 事前上后 祖浩都决定 观察多一会儿 先羡慕惊动花家的人 看下可不可以找到 进入人村的方法 既然来到人村 他都明白 花家今次 是注定难途 覆灭的结局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保护好优良的安全 时间过得很快 日落西山 齐祖浩依旧 是暗状观察的 他都有一些不解 人村这帮村民 好像是可以随意进入村子 不受毒阵的影响 也就是说 这个毒阵防御是对外人有效 或者说 在人村村民的身上 有着毒阵锁匙 想到这里 齐祖浩都有些计划 等到天色逐渐暗淡 他都想捉回村民 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 时间缓缓流逝 齐祖浩用心力 默默注视着人村的一切 当黑暗渐渐渐将隐村吞噬 隐村里面 也亮起了点点的烛火 在村外 一个村民 背着一条灵鹿 朝着村口 就走过来 机会来了 齐祖浩今次 是果断行动 只不过 下一刻 他又遁住了脚步 因为他的心力 已经发现了 令他震惊的一望 隐村中央的水井之上 转出了一个人 那个是个中年男子 他的村着 和普通村民 一点都不同 看他的表情 似乎真的很开心 很明显 这个中年男人 就是花家的上层人物 很有可能 就是花家的家主 或者长老 这个隐村真的不简单 井下面都有秘密 有没有可能 有良前辈就在 齐祖浩今 就心中偷笑 发现到这里 他反而不敢 再施展灵色去查贪 这样说来 隐村的地底 到底有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用灵色 又怕会触碰到 这高手 惊动了村中的人 唉 算了 不要用灵色了 我自己进去查贪查贪 唉 糟 那个人走了 心碎自此 齐祖浩一拍脑袋 才暗留自己大意 因为 刚才那个 背着灵鹿的村民 已经进了隐村了 唉 糟了 这样都不知道 要等多多久才可以 现在 他真是很无奈 弹色一声 他都唯有继续等待 只寄望于 有第一个打猎归来的 应该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吧 不可能你隐村这么傻 只派一个人出去打猎的 他现在 就真是不信 他捉不到一个隐村村民 盘盟一番了 黑暗的夜空中 一轮湾月 开始冲破了云层 悬浮天空 隐村之中的烛火 逐一失眠 朦胧的月光照耀下 隐村给齐祖浩的感觉 仿佛是一座方村 而且其中 还隐藏着 夺命的利鬼 经过几个时辰的等待 齐祖浩 绝之都是一无所获 他的内心 已经消磨到一干二净了 哎 算了 不如就硬闯了 坏定幽良 现在已经快死了 我现在再在那等 太傻了 他现在 决定立即就行动了 只不过 正当他想动手的时候 隐村之外 传来了 思思疏疏的脚步声 感受到这阵脚步 齐祖浩是心头一动 哇 终于有人来了 看来今次 绝对有机会 续上一件了 只不过 事情真的没这么简单 逐号感受到的脚步声 距离穿口背里 就消失不见 搞到他 都有一点疑话了 哎 刚才明明听到的 难道来的人 不是人穿穿闻 深邃至此 齐祖浩小心翼翼 就走迈过去 他真的想看看 如果来人不是隐村的村民 又有什么人 够胆在深夜 去造访一个危险的隐村呢 要知道 这个是花家的藏身之地 削毒之地 谋言前进 豈不是自尋死落 现在 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齐祖浩就探出脑袋了 当他施展引伸术 除非有灵色极为强大的超型高手 或者身为心力的高手 否则 一般人等 根本上是没办法发现他的 哎 太华中的人 齐祖浩素士一眼 看到这种感情形 他个心中就更加诧异了 因为他看到的是十几个真元高手 全部都没梦面的 而他们的村长齐祖浩见过 跟张冠林一模一样 哇 穿上制服出来 你们都够困的了 现在这群人中 除了太华中十几个真元高手 还有一个衣着不同的中年人 他的衣着 跟之前齐祖浩见过的 从隐村水井之中出来的人 是有点相似的 这样说来 起不是 他都是人村的上层人物了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554章 引狼入室 齐祖浩就觉得很奇怪 张冠林不是说太华中 和花家勾结 而且已经是联盟了 为什么太华中的高手 来到这里会鬼鬼祟祟 到了隐村外面却不进去 还好像很怕被人发钱 四张罗 以我提 我们直接杀入隐村 杀了这个花毛色 以及巴奇雨 你掌控花家 就可以轻易易举 何必怕他一个花毛色 难道他还有三头六臂了 太华中这边 一个高手就开始说话了 听到这里 齐了好眼神一动 看来 这个太华中 是没有真正和花家勾结的 反而是花家这个四长老 主动和他们联系 或者就是这个人想反水 想掌控花家 一旦给他上位 太华中和花家的联盟 才是正式开始的 花家的内部都不是那么和谐 这个是一个大机会 我带我 坐山观虎斗 螳螂报仙 王雀在后 太华中的高手 说完这一句 齐了好听了之后 就有了计划了 哦 这个叫做四长老的人 勾结太华中 这帮高手到来 就是为了对付花毛色的 啊 这么说来 你们自相残杀 又认真有趣哦 齐了好现在 就不动声息了 暗暗在里偷听 太华中高手 和四长老的低声交谈 只见得四长老 面试一缩就说 张正老 你们千万不要老忙 花毛色 身为我花家数种歧毒 他的实力心不可测 不可以低估的 我们现在 不出手一耳 一出手 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忙 好 有这么厉害啊 太华中的高手 就有点不敢相信 他就是太华中的第三长老 名字叫做张冠琴 说回又这么巧 如果张冠琴知道 齐了好就在附近的话 他就应该明白 这个人 就是杀他弟弟张冠林的兇手 张冠琴现在 虽然有这几担花家的剧毒 但是可以说 他们这次是准备得很充分的 再加上 有四长老花毛症的帮助 花家大多数剧毒的解药 他们身上 早就已经准备得妥当了 至于说 花家家主花毛色的实力 张冠琴就有点不以为然 花家就是以毒素 明冻天下的 花毛色了 本身都只不过 是真如六层的境界 比张冠琴还低一级 张冠琴现在看花毛色呢 未来的手下败仗而已 张长老 我已经说过了 我有着花家大多数剧毒的解药 只不过 还有三大奇毒的解药 我还没拿到手 而且 花家三大奇毒的解药 全部掌控在花毛色的手中 一旦伸中 我等必死无疑 现在 我们最好是按照计划行事 刚才 已经有人传来消息 此时此刻 花毛色 只在地下 提炼毒素 我先进去 潜入她间房 偷走这个三大奇毒的解药 当解药到手 我就会发出讯号 到那时 我们才有能力 去对付这个花毛色 花毛症现在 十分之谨慎 语气听上去 也都十分之凝重 她素是一眼张冠琴 接着就说 还有 张长露 花毛色 虽然指的真元六层境界 但是她是修炼魔光的人 非同小可 一旦开战 你们千万不要大意 花毛症一口气 说了这么多 但是张冠琴等人 对花毛色的不舍 只是修炼了社会 他们最害怕的 始终都是花家的三大剧毒 听闻 这三大剧毒 每一种都恐怖万分 花毛症说得都对的 先拿到解药 大家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了 当然 市长老 事不宜迟 你速速进入人村 偷取解药 解药到手 我等就立即杀入人村 到时候 我们理应外合 斩杀这个花毛色 当然了 死长老 你就不要忘记 答应我太话中的事 我等着你 是坐上花家家主之位 到时候 创生恶梦剧毒研制成功 要第一时间 交给我们 张冠琴现在说的话 就好像命令 听了之后 花毛色一下点头 只不过 他个眼中 是闪过了一丝 不知察觉的杀机 现在他心中就冷笑 这条老年轻 又认真是意上天开 创生恶梦 你太话中 有资格得到吗 好了 就给你们囂张一时 等我夺取了花家家主之位 你们的任务 也都完成 到时候 我就先拿你们 试验一下 创生恶梦的剧毒威力 心碎至此 花毛症就呵呵一笑 这个肯定是自然的 张长老 你就放心 太话中什么实力 我非常清楚 我对太话中的成狼 也都绝对不会反悔 哼 好 良你都不敢撒花招 若不然 别说你花毛症 你花家上下 全部都用我死 张军琴现在 冷冷地扔下这句话 他都明知 这个花家实力不弱 剧毒更加是独暴天下 太话中今次 敢与虎谋皮 自不然都有所准备 有足底气 现在花毛症是扮作一副 阿如奉承的样子 好 张长老说得对 以后我们花家就在依附太话中 靠着太话中升官发财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了 好了 我现在就先进去 大家记住 花毛症很有可能 就要把炎黄奪命针之毒提炼成功了 他是一个练毒高手 你们大家先藏在人村的周围 创生恶梦研制出来之前 我们是不可以动手的 否则的话 失去了花毛症 创生恶梦的剧毒 将会难以成功 放心 我们自有宽传 等到几日都没放 次长老 你偷取三大奇弱的解毒 要第一时间交出来 明白吗 好 花毛症这边 重重点头 这个肯定的 张长老 我们保持古重的传信 等到创生恶梦剧毒 最后一步融合开始 我们就开始行动 争取第一时间 将创生恶梦 抢到手 话音落下 花毛症这边 一个转身 大摇大摆 朝着人村 就走迈过去 是的 创生恶梦 才是花家最为恐怖的剧毒 偷取这个三大奇弱的解药 就不算什么了 他们现在行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 完整夺取创生恶梦 而看着花毛症 走入隐村 张军琴这边 是冷黑一居 带着泰华中的一众人 就引入了周边的树林 花毛症临走的时候 说的那句 他们大家都记住 唉 用不着你说 创生恶梦研制出来之前 大家都不要打草惊蛇 只要他一旦出现 第一时间 就要出手抢夺 这个 也是泰华中宗主的命令 张军琴他们现在 是十分之期待的 因为 一旦有了创生恶望这个 核武器 杀手间 泰华中 就有能力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收服各大周府的大势力 然后 进冠毛泽之城 一统毛泽兴 不是吹水 现在 一切都恢复平静 齐作号返回之前 藏身的位置 继续等待 他现在心中在想 这件事真的越来越好玩了 花家研制这个创生恶梦 现在 花家的内鬼 又带着泰华中一众人来抢 无间道都不敢敢舍了 现在 夜色依旧 花毛症进入了人村 第一时间 就将七长佬九长佬 召集过来 详细了解了一下 这些日子 人村之内 发生的所有事情 随后 他就叫七长佬九长佬 以计划行事 而这个时刻 他自己 呦的一声 施展了忍身术 朝着花毛式间屋 就潜行过去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低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555章 创生噩梦 创生噩梦这种毒 是恐怖万分的 但是说回又说 花家的三大奇毒 也都不是讲笑 现在 偷取这些奇毒的解药 就是花毛式 第一时间要做的事 而花毛式的住所里面 是有花旗宇等人镇守的 你说要偷取解药 真的不是这么容易 若果是普通暗属性武者 想要开花旗宇几人的守护 进入花毛式的住所 去偷翻出来 简直就是自尋死路 但是这件事 对于花毛症来说 就不是这么难 只需要花小一些时间 这件事是沙漠地运动的 是有花旗宇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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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